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 我一直感觉不到她心里有我 因为她从来不会为我去做出任何的改变 在日常生活中 也很少去考虑我的感受 一味自我 虽然我的身份看起来是她的女朋友 但实际上对于她来说 我可能就是可有可无的 没有存在感 在一起久了 我觉得她现在变得特别爱调我的毛病 很多小事都容易被她放大 她总觉得我特别的自私 明明是她天天逼着我做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她在无理取闹 最近她背着我找了一份外地的工作 我们即将面临异地 她希望我可以等她 可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态度让我实在是看不到未来 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值得我继续坚守下去 现在当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理想在不断地奋斗 我真的很希望她可以理解我 支持我 不要再为这些事情和我争取 看不到希望的爱情是否需要坚持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潘先生 二十四岁来自江西 公司业务员 有请小潘 胡女士 二十三岁来自江西 公司职员 有请小胡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谁要来的呀 我呀 哦 你的小片里说她一直不在乎你的感受太自私 是这意思吗 对 你们谈了多久啊 我跟她在一起快有三年了 快三年了 三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吗 刚开始还挺好的 我觉得她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哦 这不在意和太自私我们怎么解读呢 首先我觉得特别的让我难过的一点是她不愿意去为我做一点点改变 不愿意去迁就我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她特别不在乎我的感受 都不会去关注我的情绪 行 那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 嗯 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吧 就像我和她在一起已经有三年了 你能想象一对正常的情侣在一起 快三年了都没有逛过一次街吗 真的假的 真的 不是 我想反驳一下 就是说什么叫三年都没有逛过街 我觉得你对逛街这个定义我们肯定有点差异 昨天晚上不在逛过街吗 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 你好意思说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那能叫逛街吗 那哪不能叫逛街啊 昨天晚上我跟她说我想去喝点东西 然后她说行吧 那就带我去买杯奶茶 然后呢 刚好那家奶茶店 在那种三圈的那种四五楼 她就静止地带着我坐电梯上去了 买了一杯就下来直接回来了 这叫逛街吗 那可不是吗 你说你想喝 我领着你去喝了回来了 多开心呢 你这只是陪我去买了我想喝的东西 你怎么能把这个叫做逛街呢 这逛街非得非得像你那样 就是说没事到处赚 那是谁逛街啊 这哪是到处赚 我们本来就是在有空的时候 无聊的时候啊 就是当做是消遣啊 一起逛逛街怎么了 你就是这么不愿意陪着我吗 这就是说我不愿意为你改变啊 对啊 你要是愿意为我改变一点点 你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最后就是开心呢 你觉得逛街让你开心 但是我觉得逛街对我来说 很枯燥 很无畏 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去呢 你跟你那些小姑娘 一块去不挺好的吗 你说你想吃饭 想喝东西 我就领你去 懂吗 你带我去吃饭你也是 他每次去吃饭 直接在手机上 看一家那个饭店 然后他觉得这还不错 行 那我们就去了吧 然后是禁止的 他就带我去那家饭店 吃完饭了 好 我们就直接回来了 这种东西能叫逛街吗 我一直在说 你就是一点不肯迁就一下我 但是这可不是应该就是这样吗 你吃饭啥的 你不得找个口碑好一点的 你去逛乱逛 那吃的最后不好吃 那你因为不喜欢陪我逛街 你就不去逛 那以后如果你因为不喜欢 跟我去拍照 你就不跟我拍婚纱照呢 以后你不喜欢医院 你不陪我去产检呢 想多了 想多了 只解决眼前的 还想的产检了呢 行 我听明白的就是 男生不愿意迁就女生呗 各自有各自的行为坚持 是这意思吧 还有啥呀 还有很多事 就不管怎样 我跟他软磨硬泡 他从来都不会低头 也不会劝就我一下 就像在我的朋友面前 他从来就不会露个脸的 别人都不知道说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朋友啊 从来就不会参与一下我的生活 为啥呀 不是 你说他一会儿小姑娘一块吃饭 聊天聊话让饼啥的 为什么非得让我去 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呀 不是我坐那跟块木头一样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是吗 但是你不去 那我那个朋友 他们都来说 听说你交了个男朋友 怎么样的呀 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呗 这两个女孩子 又是我的初中同学 从小一起长大的 对于我来说 都是重要的人啊 而他而言 对于我来说也是重要的人 我肯定希望我重要的人 重要的朋友圈 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就是说他不参与到 你的社交圈里 是这意思吗 对呀 从不参与吗 从不参与 但是我觉得 人就应该有 自己的生活方式 说实话 我们俩的圈子 差异挺大的 所以说去他的圈子 我真的没有很多的话 要说 我看看 你啥圈子 他啥圈子 我的话 我都年轻人吧 他是男圈子 我是女圈子 他可以大乐天的 六十多度的地面温度 他去打篮球 不陪我逛街 那能一样吗 你说 你还是那个逛街的问题 那你去过 见过他的朋友吗 我去过 他偶尔说 想让我去的那种场合 我都会陪他去 有些时候 就算我正在忙 我都第一时间的 去配合他 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 所以对于你的 很多朋友来说 他是一个隐形的男朋友 对 参与度特别低 明白 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 我觉得你是不是 给自己的戏份太多了 你就觉得 我一直在加戏 你不来参与 我的朋友圈 其实很多问题 其实他根本 也许说是小问题 也许说 这根本就没有问题 比如说吃饭 这些什么事的 你告诉他们 你有这男朋友 不就得了吗 然后你就说 你跟我去吃饭 什么的问题 我去吃饭 说实话 我并不是说 非得一定要你来 我说你有空 你说你没吃 我让你一块来吃一个 你说你有事 你不来没关系 还有时候 我没有让他来 他非得不请自来 你能理解我的那种感受吗 不能理解 因为我对你现在对 就是没有什么对错 我们简单探讨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描述的 这两件事 让我觉得 你今天特别 没有生活情趣 你知道吗 不是 我觉得 因为我们已经 就是你不会享受生活 你没有感受生活的 那种感知力 你不愿意去感知 或者说 你不喜欢的那部分 你不愿意感知 就每个人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我只谈我的感受 没有什么对错 姑娘 你接着往下说 他还容易受了 他朋友的影响 然后就动不动 容易怀疑我 还怀疑你 对 责问我 态度特别不好的那种 你干了什么 他责问你 有一次 我们两个人 一起去公园玩 我们全天都在一起玩的 我干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 结果呢 我们那天 王回来了 第二天 因为他朋友 说了一句话 说 我知道你们俩 去公园玩了 还拍了照片 他就怀疑 我有一个偷拍的这种行为 在里面 我能不生气吗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责问我呢 我是责问你吗 但是别人给我发一消息 我问你有没有 这回事 你说没有 我也没说什么呀 那你要13C 你怎么会去问我呢 你为什么戏份这么多呢 我就是不理解 还是我的戏份多 他还觉得是我的问题 他怀疑了我一顿 我莫名其妙受了委屈 你们俩去公园 拍个照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叫偷拍呢 我不知道 我也没说他偷拍 他觉得我说他偷拍 这事我也没弄清楚 他怀疑我有偷拍行为 但是其实那一天 我们全天在外面 是没有拍过照的 他朋友说 看见了我拍了 我们俩的照片 你们俩拍照 还需要偷拍吗 我不知道啊 所以他就是 听信朋友的一句话 觉得就算我拍照了 他怎么不知道呀 对吧 就是说我拍照的时候 都没告诉他 我要拍照 我来回忆一下当时 当时我朋友 给你发一消息 听说你俩在跟他玩 然后我看了一下 他说有照片 然后我说 你拍照片了吗 我就问这样一句话 天哪 你不是这样的 你对我可凶了 态度一直都不好 你还觉得 我是不是偷拍行为 你说我人品有问题 我说你人品有问题 我的天 你还要说我态度 你没说过你的意思 我没说过 这是他自己加的是吧 行 他说我凶 我觉得我凶 我觉得我挺温柔的 我有什么事 我从来不跟你争吵 我这还是凶嘛 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 他也不把我 当那个倾听者 什么事情都不说 就连我生病 他人都不会出现一下 这是为啥 不是 你说他有重要的事情 我肯定会出现 他生病算重要的事吧 哪次 就每次生病 他都不会这样啊 你生病 你严重我 哪次没去 上一次你就没有去 你慢慢说详细一点 上一次我跟他说 我生病了 人很难受 给他发个信息 肯定是希望他来 看看我吧 就算你不来看看我 你好歹安慰安慰我吧 说吧 我跟他说 我生病了 人很难受 他给我回 他说 这样的天气 你都能生病 你好厉害啊 其实他专挑那么一次两次 也就那么一次啊 你说这话 我肯定想起来了 一是你那天病 也不怎么严重 然后第二是 你之前两次病 不是病得很集中吗 上一次你生病 我不是拎了一个 很好的保温杯 去找你吗 你说你在笑衣服 屎挂水 我第一时间 就火急火燎的 就过去了 但到那里 发现你同时 旁边不是另一个男生吗 是吧 你好意思说 我已经跟你 事后说了很多次 我不跟你纠结 这个男生是谁 我也不关心是谁 你有你的圈子 我不干涉 那你为什么 这么不舒服呢 干嘛甩脸呢 我不是甩脸 我只是说 你这个事情 你这个同时 你可能告诉我 也同时 也可能告诉别的人 就是说你这个小病 同时出现的人 可能不止我一个 所以我就没那么上心 我肯定有出事 第一时间 是找的他呀 他自己给我一个 模棱两可的态度 也不说自己会不会来 然后我只只能 自己一个人 去医院挂水了呀 我如果去不了 我肯定会直接 跟你说去不了 我就是这样 性格的一个人 你应该清楚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告诉你 我过生日了 然后你没有说 你会不会送我礼物 你都不会礼物 这个事先让我们 弄清楚 你们俩先别扩散 你们俩这个 这聊天方式 稍微有点跟不上了 你去医院挂水 对 有另外一个男生 陪着你 对 对我不纠结 那男生是谁 我不跟他纠结 我纠结 你让我纠结 对吧 这确实 这需要纠结的 你不纠结 你纠结啥呀 你确实 这不像谈恋爱 你的理由 如果没听错的话 是你通知了他 他莫能两可 所以你就邀请了 另外一个男生 陪你去 是这意思吗 我没有去邀请 那天是这样的 我先跟他说了 我在医院挂水 然后他是不是可否 结果那天下午 是刚好有个学长 给我发信息 说你在干嘛 忙什么之类的 然后也是属于 朋友之间的关心 我说我生病了 在医院嘛 然后他就说 那我就过来看看你了 他就过来看看我了 对吧 这也很正常呀 不是说你 一个人在医院 觉得可怜 又发了一个信息 邀请去 是吧 并没有这回事 这个倒是 没什么好介意的 所以咱们别放大 这件事 你们一举例放大 这件事就走味了 按男生 刚才那个说法 这个事就不是 这么个事了 我发现你挺会 偷换概念的 你的意思就是 我不来 你就通知其他人来呗 这是你说的吧 可以这么说 对啊 那你完全把这件事情的 这个概念给扭曲了 其实我觉得 你在意吗 我有点在意 在意就是在意 不是有点 特别在意吧 那倒还好 真的 那女生 你这感知是对的 你的恋爱 谈的是假恋爱 还有其他的事吗 有 我觉得他 不会去关心我的 他只是在觉得 可能啊 我现在有空 我有心情 想陪你 我就找你 而不是说 我觉得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出现 重要的场合 是找不到人的 就像我车子晚点一样 他也不会在那里 陪我等 不是 你说车子晚点 我就记忆特别深刻 你那次你车子晚点 八个小时 我没记错 是八个小时 晚点到凌晨一两点 我不一直陪着你 陪到凌晨一两点 我自己车 我都没去坐 对啊 你那时候 是因为想陪我呀 你因为你有心情啊 你想去等我呀 对吧 你从下午一两点 陪我等到了 晚上凌晨一两点 我可感动了 我还觉得你贴心呢 可是第二次呢 你因为瞒着 要跟别人去玩吧 还是怎样呢 你就把我撇一边 说走就走了 那一次 对啊 那一次 什么情况 你不能说全回来吗 什么情况就是 我在那里等车 车子晚点 你陪我 然后其实到四五点 我想着吧 他也要回去赶末班车呀 我也想放他走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先回去啊 他说 那你给我买一盒鸭脖吧 你给我买了鸭脖的话 我就在这里陪你好了 行 我就蹲蹲蹲蹲 去给他买鸭脖 然后我买了鸭脖回来 他吃完就走了 哪像你说那么夸张 当时不有突发情况吗 我为朋友刚好路货 然后要稍午回去 我征求了你的意见了 但是你说 刚好顺路你回去呗 然后我拉你回去 你就回去了 那可不吗 你这么听话呢 那我拉你对我好点 你咋不对我好点呢 我对你挺好的我觉得 你还觉得你很善待我 关注我是吗 你看你争口啥的 我不跟你发生争执 我觉得那很浪费时间 现在男生是打算到哪工作呀 去沿海深圳 哦 就等于要离开 现在生活的地方是吧 女生是不愿意的是吧 我想留在父母这边呀 留在哪 留在南昌 哦 南昌 所以男生一定要走吗 嗯 我觉得首先 沿海那边工作 因为跟我的专业也是这样 我是学国际贸易的 那边做外贸 我做业务 肯定会有一个 更好的发展前景 然后我觉得 现在也不是在学校了 已经毕业了 我觉得应该为未来考虑了 应该出去 你怎么考虑啊 我就觉得吧 他都这样一个态度对我 我感觉就是可有可无的 然后他现在还是这样的 臭脾气在这里乱发 如果你要走 我就不跟你了 我觉得能不能 别在意这些小事情 我觉得应该更多地往前看 我们已经不是 在以前的学校里了 这些小事情 真的可以忽略掉 我们一起为未来努力 努力奋斗 所以你把这三年恋爱 是怎么谈下来的 我也搞不清楚啊 他们俩是用两个逻辑在对话 女生的逻辑是说 你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如此这样不在意我 现在你走了 我当然对这个感情 看不到希望了 因为他质疑的是 你是否曾经爱过我 现在我们在异地了 你可能这就无计而终了 不如我们就散了吧 这大概是女生的想法吧 所以男生你就没听懂 然后你就按自己的想法来强调说 哎呀我就要到那个地方去工作 这对我有利 我是要给我们未来一个生活的 你没有回应的是 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 女生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人家吗 喜欢 你爱人家吗 爱 那你为什么不参与到 人家的朋友圈里 你为什么不跟人逛街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 不愿意为他做一点点的牺牲和改变 马上都要哭了 为什么 你回答他不就完了吗 我实在是觉得 相比于其他的事情来说 这些事情实在是太 可是他觉得很重要啊 所以我希望 哪是小事啊 如果你因为别人一句话就怀疑我 那以后我们生活 碰到的别的困难呢 又不关心 我不在乎我的感受 到时候别人一句话说 你孩子是不是 你跟你老婆的 你是不是也要怀疑一下呀 来问一下我呀 这你想得太远了 我说实话 有些时候可能是我没做到位 但有些时候你想得 你跟我说句实话吧 去了深圳 你还想跟他继续吗 我想全都有 就是说我想出去 同时也想留住他 就是二选一的话选谁吧 你看他犹豫啊 我知道他就犹豫了 你让人说嘛 我觉得不要这样逼我做这种选择 不是我逼你是他逼 这现实不就摆在这儿了吗 就你在我身边 你都没有体贴过我 现在你说为了我 你要走 我能信你吗 给你翻译得够直白了吧 选一个 我不过选不了 行 姑娘 你喜欢那臭小子什么呀 其实我喜欢他 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我告诉你喜欢他什么 特立独行 从不听你的 无法征服 你喜欢征服他 不是喜欢他 你喜欢他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 他有时候生气 其实蛮可爱的 哦 你喜欢臭招你知道吧 你是个吹气球的 他是个气球是吧 吹起来你就高兴了 是这意思吧 也不是这意思 你喜欢他什么 性格 当初是性格 什么性格 就是有时候有点脾气 然后挺开朗挺外向的 现在还喜欢吗 喜欢 所以为什么喜欢一个人 不愿意为这个人做 哪怕一点点 让这个人高兴的事呢 可能是因为在我心里 我同时还在谋划着别的事情 你还在谋划着别的事情 你跟我说 你在谋划着什么大事 毕业已经出来了这么久了 就是说 很多事情跟学校 已经不一样了 行了 听懂了 来吧 各位老师 你们来 帮一下这 一对年轻的小恋人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不肯为你做任何事情的男人 大多是不爱你的 委屈吧 这么多年 没人陪你逛街 没有人肯走进你的社交圈 生病的时候 没人在身边 是不是好像有它和没有它 没有太大区别 那你要它干嘛呢 你会谈恋爱吗 当然 就像你说的 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既然要接纳另一个人走进自己的生活 就要融合彼此的方式 而不是自己想干嘛干嘛 你要么就不喜欢他 要么就不喜欢谈恋爱 你不陪他做那些事情 也就算了 你说你不喜欢 你谈恋爱 你连吵架你都懒得吵 哪有情侣不吵架 你刚才在说什么 你说 你看我都不跟你发生争执 那个男人 你看我都不纠结他是谁 你连醋都不吃啊 架都不吵 那怎么叫谈恋爱呢 怎么叫喜欢呢 谈恋爱不就是逛街吃饭 看电影 交朋友 互相之间在生病脆弱的时候 抚慰对方的心灵 这不就是爱情吗 然后生气的时候吵 吵好了又喝 你完全没有感受这一切 所以你没有再谈恋爱 女朋友等车 不是应该是幸福的瞬间吗 女朋友逛街 不就是那种烦躁 但是又欢喜的时刻吗 所以你要么就不喜欢他 要么就不喜欢谈恋爱 如果不喜欢他就跟他分手 不喜欢谈恋爱 咱就一个人过 但是不能说 我也不是太喜欢他 反正我正在筹谋 我的人生大事 台下坐的这些观众 都是成年人 人家都是一边享有家庭生活 一边有爱情 然后一边呢 有工作 有事业 不都在一起进行吗 不要找借口 不要说 哎呀我现在要去深圳了啊 你在那儿 阿老师就给我等着 然后等我有空的时候 我再来跟你唠唠 不要这样 不喜欢就散了 我只能祝福你们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谢谢 好 谢谢卓妍老师 人生有一种不幸 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 我想请问男生 你自己认识自己吗 熟 对 你用的词很准 只是熟悉而已 但是不认识 男生刚才说 他从来不和你争吵 直觉告诉我 你更多的是不屑 和他争吵 但是你会把这种不屑 不满 讨厌 刻写在脸上 女生是这样的吗 所以恋人之间 有时候不争吵 比争吵更可怕 刚才女生说恋爱三年 你从来没有陪他逛街 确实 天下绝大多数男人 都讨厌逛街逛商场 但生活当中你去看 有太多的丈夫和恋人 在陪着女性逛街逛商场 比如我 这就是爱 这就是迁就 这就是生活 我有时候真的 非常讨厌 但我脸上还要露出笑脸 因为我 其子他高兴 你连这样的生活小事 你都要和他计较 那等到哪一天 有了生活大事 你必然 会寸土不浪 我们只要是爱上了一个异性 我们不知不觉的 都会为他去做出自己的一些改变 因为我爱他 我愿意 所以有时候你会说 我是认着性质 可能是个性 但恕我直言 我更多看到的是自我 我们一个人 如果说太自以为是 太以自我为中心 他往往不会有长久的爱情 另外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 她要到深圳去工作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是到上个礼拜 她拿到了录制通知才知道 也就是说 她前面有这样的规划 想法 计划 甚至和他们的联系 你一概不知 她从来不告诉你 对 我有告诉过她 但是具体的地点 还有工作内容 我没有告诉她而已 因为我那个认职通知 没有下来 我没有给她 我告诉你 是恋人的话 应该磋商 我们探讨 你不要拿着公事公办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们是恋人 不是工作伙伴 他把我当兄弟 所以 姑娘 你真的要思考一下 为这样的感情不值得 为这样的男友不值得 有两句话 我让女生考虑一下 寂寞的时候才想你 和想你的时候 才寂寞 你觉得她是哪一种 寂寞的时候才想 对啊 你非常清楚自己 在她心目中的这个位置 所以 你到底是爱着她 还是爱着这段爱情 还是觉得自己不甘 不服 其实你好好自己想一想 就这么多细节和这么多 让女生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然后你都忍过来了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三年了 我觉得你三个月的时候 就应该明白怎么回事了呀 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伤心 都是曾经自己的不甘心嘛 没关系 擦干眼泪之后 你只要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 爱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好了 然后 跟男生说的是 你绝对不是不会爱人 你绝对不是不会谈恋爱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会谈恋爱的人 只是 对面的这个人 不是你爱的人 他可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过客 那既然是过客 咱就好聚好散 不要欺骗 不要隐瞒 好不好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珊大老师 我特别清晰地记得 你在舞台上 有一句话 一个动作 就是当问到女生说 我的朋友聚会 她从来不来 然后你说 她的朋友聚会 我一般都会去 是吧 她当时用一个非常亲密的眼神说 我没要她来 是她自己要来的 没错吧 其实在有一些 这个男生的 这个大学生涯当中 她找女朋友只是个摆设 那不都说大学 不能少一场恋爱呢 明明没那么喜欢 你干嘛要吊着 干嘛要说 我很难选 我既想去到深圳 又想留住这段感情 为什么要这样 你去奔你的事业就好了 你明明知道没有那么爱她 你干嘛要浪费她的时间呢 要让她在南昌吃尸地等待你呢 明明不够爱 就直接说出了 你该去哪去哪 而且我告诉你 你也别自鸣得意 她那眼泪还真不是为你而流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她喜欢的是 一直求而未得的感觉 爱而不得的惆怅 你说呢 你说这男生有哪一点值得你喜欢 不关心你 不愿意为你有一点点付出 她有哪一点值得你爱 那唯一要说的话 就是你一直从未得到过 你觉得自己很可悲 三年都没融化她 自己很无能 但我告诉你 这没有什么无能不无能的 你在可能该谈恋爱的时间 碰上一个不太适合你的人 如果你的眼泪是流给自己的 没问题 但如果你的眼泪是流给她的 那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男生待会儿在60秒当中 像个男人一样 跟她说 我没有那么爱 你在南昌 好好的工作和生活 我还保持一种对你的尊重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来 小伙子 我只说感受啊 我觉得 玩世不恭啊 风情云淡啊 或者叫 掩藏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 年轻的时候 男生大概都会有 对吧 我要酷酷的嘛 尤其是博宏老师那个问题 两个人对答得特别好 你认识你自己嘛 熟 年轻小孩就愿意这样 那是他的个性的表达和表彰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年轻人要有点小个性 没问题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不要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 我觉得你在这场恋爱里面 你的生活热情没有被这段情感点燃 你说谈恋爱为什么要逛街 知道吗 其实逛街你可以观察一个女性 对于商品兴趣 从而了解到这个女性的教养 对生活用品的一些追求 一些价值观 这是购物当中都能体现出来的 为什么不看啊 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朋友 他说什么不重要 你发现他交的一些朋友 他们聊的一些事才是他的日常 那是因为你想探究一个人 了解一个人 他渴求了解 他才愿意去 你没有啊 你没有渴望啊 所以老师们才会说 也许你从来没有爱上过他 反正坦诚一些 女生啊 哎呀就这么着吧 谁不谈唱恋爱啊 没有什么失败 其实我看也挺成功 你经历了一场 这样的恋爱之后 下次你就知道 这个男人是爱你 还是不爱你 所以我觉得生活都不是白过的 来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图里老师说得很对 我觉得我不够爱你 我很抱歉 我浪费了你三年的时间 来 开灯吧 不让这姑娘再煎熬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我觉得这样也好 可能听起来对女生特别的残酷 说三年我从来没有爱过 你是一个残酷 但是让一个人了解真相 总比蒙在鼓里要好 因为人生路很长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看 女生听了这么刺痛的话之后 还会再出来吗 来 请开门 春静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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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这么多 你别想做